接大使常说在外交上 其实形势就是它的 很重要的遗憾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大陆摆出来的规格 普丁的重视 还有乃至于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 来不及细讲 我今天下午跟接大使 讲了一部分 他接下来的行程 包括哈尔滨等等 还有包括刚刚那个 极其罕见的 在这个 他就 这个都还不是说 在工作会议当中再去认识 已经迫不及待了 在第一接待现场 而且是你看到一个 大总统普丁站在习近平的后面 一个一个的帮他介绍 所以就是双方这个友谊 已经真的是 我觉得很特别 你会发现 普丁站在习近平的后面 一个帮他一个的介绍 其实我觉得说 独特 国家一定要强 你想想看 在同样的一个场景 你想想 谁能叫普丁帮他介绍呢 1900年的时候 当时在这个场地阅兵的是八国联军 俄罗斯也在里面 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以后 你看看这个好 也不能说万邦来朝啊 起码普丁是带了他极大的善意跟期盼 到中国的首都来寻求中国的合作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好 这个国际政治 是所有所有政治最现实的 完全看实力 我看愿老师 我已经坐不住了 等一下我先补充一下好不好 这次这个普丁也要到哈尔滨去 他才来两天 才来两天 形成极其紧凑 在这边有两个大活动 一个是俄中博览会 另外一个是中俄地方合作论台 他都要去 然后他还要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 有些师生互动 为什么要去这个大学 大家今天看我们下午的时间 越来越如 大家记得要去回看 里面信息含量很大 哈尔滨是东方的莫斯科 没有错 哈尔滨我去过两次 充满俄罗斯的风情 食物啊建筑都是这样 那行前新华社专访普丁当中 他讲到双方的这个情谊 讲到两国目前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为什么他选择中国作为 就任之后首个出访国 之前土耳其还认为可能会是他 当然不是 然后呢他特别讲到黄金十亿人 这个呢普丁心心念念 在他过去从大概20162015开始 不断地讲到这个 黄金十亿人就是地球上的发达国家 几乎是占据了地球上的所有资源 所有的法律为他们服务 所有的一切一切为他们服务 好像其他人都是次等公民一样 他谈到这些 西方精英们赋予自己指挥他国人民的权利 靠损害别国利益来保障自身的福祉 但是中俄不会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总的来看这个任老师呢 你觉得今天的这个整个过程 今天才第一天 美国会怎么想 这个普丁他本来原来 我必须要强调 这个对我来讲 他有一个背景 然后有三个外交上的象征 非常重要 这个背景是 大陆在跟俄罗斯接见他 就是说普京在这个要来的过程当中 大陆已经被美国警告过了 你要了解 大陆警告的是非常 就是被美国警告是非常难听的 就是说你们有这种军商不明的现象 你有来往对不对 你强调是贸易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贸易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强调过 你这个无人机本身来讲 都有军事上的用途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听国全国 我马上要制裁你的银行 是自打商业银行 你制裁的方式就是财经核弹 把你踢出Swift 普丁今天到了 有三个象征意义 第一个 我们最早听到普丁一上任以后 不到一个礼拜 他说他要去访问的第一国是中国的时候 他把日期都讲 是5月15号 结果今天5月16号来了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总统 上任 第六次当总统的时候 他先讲他要去看中国 在这个面子 然后第二点的时候 这里头的人士 他把整个团带来 介绍一个个握手 那个重点不是他在当那个介绍人 那个重点是邵一谷 他的新旧国防部长都在 你知道这个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一方面要借着在中国向大家宣示 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内阁非常团结 其实俄国人很喜欢普丁 我自己的学生喜欢普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人有情有义 他感觉上他像是一个超级黑帮的老大 我感觉做风扇他被换什么阁员 他都很熟自己能够介绍 什么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 他要对中国释出一个他自己本身 俄国非常团结的形象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来只有两天 居然一半跑到东北去开会 你知道那个东北尤其是哈尔滨 你刚刚也讲你在哈尔滨你也熟 你也了解哈尔滨本身的俄国风味 比中国风味浓得太多了 对不对 你知道中央大街的时候吃冰包 那个面包都跟我们在南方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大陆这次高调来接见它的话 我觉得开发大远东计划 应该是有一点眉目了 760万平方公里 大远东计划 你不要讲别人 你打开地图一看 光是一个库业岛就吓死人了 这个当然因为今天受限于时间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行前新华社专访普丁 这篇专访内容非常长 但是已经有翻译逐字稿出来了 这里面谈到了很多 谈到大的战略 谈到这个细部的 像这个任老师讲 经济开发等等 然后你就对照这个专访的内容 看他带来的官员 有没有 都是一个一个对接的 都有接上 所以这次来 应该是会有些实质成果 应该是会有实质成果 更别忘了 刚刚我们看到的都是公开仪式 还会有不公开的仪式 肯定的 两个要去喝茶 散散步 讲讲话 那个会是重中之重 会有很多很多 可能技术的互同有无 也是重中的经验 我相信这个美国此刻也瞪大眼 在看这一幕 所以美国的所有 这个战队专家 如果脑袋清醒的话 又会开始有没有 扼腕 怎么会美国犯了 这么大的一个错误 好 今天清晨四点 北京才这个蒙蒙亮 普丁就已经抵达了 然后呢 当然这次是最高规格的 国师访问 然后所以呢 该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元首道的这个遗截 一样当然都没有少 那这次呢 普丁他还没有到之前 我们就说嘛 五架运输机来了 普丁的专车 从俄罗斯也运过来 直接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然后这一次 大陆民众清晨在天安门 运动的时候 意外捕捉到普丁的车队 稍后在画面当中 我们放给你看 就是有别于官方拍的那个 你看到民众的视角 有没有 你可以听到民众的欢呼 哇 到了到了 应该到了还有人自发性的鼓起掌来 非常非常有趣的 你就看到哇 那个车队真的是 不得了 摩托车队啊等等 绵延非常非常长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研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道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4年轻石 1年轻石 1年轻石 3年轻石 导致 对 4年轻石 在这边 5年轻石 5年轻石 一直随时 公开 不要 导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